先贵妇帝皇生羊 再逍遥玩行气 后血腹逐渔 让你无鱼无睹洋气足 人体最好的状态就是无鱼无睹 洋气充足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 那就需要先贵妇帝皇玩生羊 再逍遥玩行气 最后用血腹逐渔玩化淤血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 贵妇帝皇玩生羊 贵妇帝皇玩主要功能是补肾羊 而肾羊是一身羊气的根本 当肾羊充足时 就会去充氧其他五脏 生发全身羊气 所以羊虚经常会出现怕冷胃寒 手脚发凉 免疫力低下 或者吃不了凉的等一系列羊虚的症状 就需要多参考贵妇帝皇玩生羊 毕竟阳气还能带动血液流通 蒸发血液代谢 如果不先生发阳气 那体内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弹瘀 就算你用血腹逐渔玩 那也无法有效打通瘀毒 其次 逍遥玩行气 逍遥玩主要功效是输肝里气的 那肝主一身之气机 气能推动血液和筋液的运行 所以像平时经常出现一些胸闷气短 胸闷气短 血液 账满 负账 或者是性格急躁 易怒等一系列气机瘀制的情况 就可以参考創妇玩条理 这样才能疏通气机 否则当气机瘀制 影响到经验学业流动 导致出现弹瘀的时候 那同样参考血腹逐渔玩 效果也是比较差的 最后 血腹逐渔玩化瘀 血腹逐渔玩的主要功效就是活血化瘀止痛 像刚才提到的 不管是阳虚还是肝气瘀制 都容易导致我们体内出现瘀血瘀制 这时就容易出现一些失眠早醒 身上刺痛 容易有瘀青等等情况 同时血脉 筋脉也会出现瘀制 所以这个药放在最后一个用 毕竟只有阳气充足 气机通畅时 体内才不会产生瘀血 此时参考血腹注意玩 可以将现有的瘀血解决 让我们体内阳气通畅 无虞无睹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需要注意涉及用药 一定要先搞清楚自己情况 如果拿不准就线下就医 不要盲目跟风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